天空下孤单 说他相克的故事 讲异乡人的情怀 尊九相逢 五粮月特别播出 情感访谈懒目 品水相逢 这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后来学校总是要毕业 那是什么样的决心 让你彻底留在中国生活 然后我要从事这个演艺事业 还是就是说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还是有向往的 就决定要留在那了 是什么最大的吸引你的是什么 首先因为我是福岗人 没有来过东京 就飞到国外了 连东京都没有来过 对 这也挺奇葩的 对应该小时候来过 但没有印象 对没有印象 然后所以我对东京的印象呢 是感觉好像就去国外差不多 尤其是对福岗人来讲 从福岗到东京坐飞机 差不多需要两个小时 对吧 然后就到上海的话 一般小时 一般人到 对比东京要近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东京的话还不如到国外去 从距离上来说 对对对 时间上来说 对对对 所以东京没有 没有在东京经历过 这个演艺的这种经验的话 我就没有想过要回来再发展 对 然后再加上我那段时间 对 在那段时间的话 可能北京开始发展的特别快 顺利了 也有人脉了 也有机会了 是的 所以我飘得越来越好 对 你说的对 就是说因为你是高中毕业就走掉了 我在日本其实是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 或者说你也没有什么社会根基 也没有很好的人脉 就是空白 那么反倒是因为高中就去了以后 在那培养出了很多 这个最好的时间是在那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学长朋友都在 所以那工作的机会就自然就 第一部戏好像是叫家门是吧 参演的第一部戏 你这个印象很深刻吧 应该第一部戏 对 其实对对对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 呃那个那个角色是日本人 也是一个日本人 对对 然后 印象最深刻的就应该是在我是第一次去的江西 江西 对拍戏就是第一次去的江西 对那气候 因为是夏天 太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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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然后包括吃的东西什么都跟北京完全不一样 那些印象还蛮深刻 第一部戏是在这个 在这个江西拍的 对 然后是叫家门 这个这个戏当中的戏份多吗 应该挺多的挺多的对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接电视剧 所谓的商业片 对 原来在学校的话 都是演话剧比较多 第一次演影视剧 没有镜头感 没有镜头感 还是不一样 总是出画面 也算是第一次体验 或者说debut的作品 那么其实很多人认识 包括我国内的朋友 我跟他们说我要采访你 他们挺高兴 他说我看过你的钢铁连带 对 这个戏可能在中国 就是作为你参演的 这个电视剧来说 可能是影响比较大的 或者说给你带来了一些 事业上面的一些成功 或者被大家所熟知 应该从这个角色开始 对的 我为了要采访你 因为我在日本也很多年了 然后特地把这个电视剧 调出来看了一些 特别有意思 我待会再慢慢问你 为什么呢 我看到其中一集 这个莉莉是扮演的 是一个支援中国的一个钢铁的专家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是要跟这个 陈宝国半叶的一个姓上的 是吧 对对对对 上铁龙 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印象深 看到这我就笑了 是什么词呢 我估计你也可能都忘了 就是这个上铁龙 有一次喝酒就摔了胶了 然后摔胶摔骨折了以后呢 那么你就要去照顾他 然后那个上铁龙 是一个男子汉嘛 他就说 臭老爷们的事 不要这个臭老娘们管 然后我第一印象就是说 他怎么会对一个日本专家 去叫人家这个臭老娘们 然后就没想到呢 这个逆离扮演的这个角色 叫什么来着呢 这个角色叫 家带是吧 凌木夹带 然后凌木夹带呢 就回了他 臭老爷们的事 就得要臭老娘们两管 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这个臭老娘们也好 臭老爷们也好 在中国是土调渣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角色 他怎么着 也是一个日本的专家呀 而且那个年代日本 已经很发达了 然后呢 要在这一些人当中去 扮演什么 我觉得很难 当然我觉得这个细写 也特别好 高湛祥就高明在这个地方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莉莉 那么你作为一个日本人 对这个生活的体验 几乎是零 包括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是零 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个年代 然后你这个 作为你一个日本人来说 你要体验到中国当时钢铁 那个年代的这个 就是那个 就是非常火热的年代的 那种状态 你是怎么体验的 首先呢 那部戏的导演 孔松导演 他呢 嗯 对那个年代的理解 嗯 就是他很独特的一个理解 有他独特的理解 那我们就是演员跟导演的沟通 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对历史背景的那些理解的话 的确是因为我 一般日本人都是很很少 能有机会学过那个年代 对一个日本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难 就是也很陌生的一个年代 那我只好到处去问 就是北京 在北京的话 就是就问胡同医的 老太太 对 我都是我都是这样 我连打毛衣都是问那个学校宿舍的阿姨 因为他们就是休息的时候 就纸毛衣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落了个鞋底 对对对对 没别的事可干了 啊 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培养就习惯了 不懂的事就问那些人 直接去问 那我看他们打毛衣打得非常好 我就问 所以一般日本人是这么打毛衣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没错没错 那么一样就是 那个年代的事情我是并不了解 那我就去问 这是一个 然后感情方面 就是这个我跟上铁龙 夹带和上铁龙的这个感情戏 感情戏的话 对 对我也是 就可能就是更 我的性格好大概就是 我的性格可能就是 特别像渣戴 本身就是很像的 对应该是很像的 就是敢说敢爱 对对对 那我就直接追宝国老师问 是这样的 对的 因为有的时候 因为就刚开始会觉得说 日本人都比较含蓄 而且特别不理解 你还要跟那个就是卖苗 卖草 还要去争风吃醋 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对 我对 我就唯一做到的就是去 因为宝国老师是像真的是国宝一样的 演员 国宝籍的演员 对对对对 一个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 然后又是我们学校的学长了 算是 那 我进组之前啊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还还敢跟陈宝国 对对对对对 而且 压力很大 基本上每一页都是我跟他的戏 那他说你还敢啊 我那不都好 然后就对情感方面的这个这种东西的话 我就说我我就跟加弹一样 我就去问 然后每一场戏我作为这个年轻演员 我至少我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 这是 尊重啊 对对 起码的尊重 那我就好好背下来 然后 开拍之前呢 跟这个导演 包括保国老师 我就跟他们讲 沟通一下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可不可以 那么一般 对 确实是如果 一个年轻演员 每一场戏都是这么问 这么说自己的想法的话 有点西斯扩眼 对对对对 可能 现在我想 可能一般的导演的话会 烦 对 或者 自己体会 对一个男一号 每次都要 要 要那什么的话会 会对 但他们从来没有 甚至他 甚至保国老师还跟我说 你这场戏就由你来定 还说过这些 给你鼓励 对对对 包括导演也是 因为导演是摄影师出身 所以 对镜头的要求 对对对 所以他不会要求演员 必须在这个方位内 要表演的那种 那对演员来说 尤其是像我这样 学过画剧的演员来讲 这个表演之一 越大越舒服 就不要把我困到一个 对对对对 所以对对我来说 对对我来说非常非常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就是新生代的演员 然后你能跟陈宝国 还有包括那个冯远珍 都是中国最好的演员 对的 真的是最好的演员 你能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新的演员来说 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对吧 而且对你还是比较应该是关照的哈 对对 给你很多指导 是的 可能跟他们演一场戏下来 最后能学到很多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 就像了一年的课一样 对吧 对 可能比在学校里面还要你来的快 是的 然后你 我就觉得你你刚才说你是扶贫 就飘的好 哈哈哈 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你接了几个戏 而且你作为一个日本的女演员 跟中国的好多一流的演员都合作过的 是包括导演孔生导演在国内现在最顶级的电视剧导演 呃电影的话我跟那个姜文导演 你看姜文就一步之遥对对对对对 跟姜文有啊 还有葛优也在里面对对对对 我我跟葛优老师演过三次戏 你看全是中国一流的呀 然后还有个最好的就是电视剧 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这个伪装者哈 伪装者呢在里面扮演的是这个是一个日本人的特高科的哈 男田养子 那么这个可能因为是一个日本人的角色嘛 但是呢是一个比较坏的一个日本人这么一个角色 可能有我觉得跟你的这个性格反差也挺大的 这个角色 呀其实对一个演员来讲 跟自己的反差蛮大的角色是更喜欢的 嗯我不太喜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到的最好的一点 就是说老师把我们培养成一张白纸 嗯但并不是说那个那个 真的是白纸的那个意思啊 就是说就是导演要往里填什么颜色 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接受 对对对都可以胜任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演员最重要的哈 呃我是因为我是看了这个伪装者 这个戏我很喜欢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静东和这个呃就是胡歌他们 而且这个戏确实在这个谍战剧当中 这个编剧编得太好了 非常新颖啊 嗯然后呢就是三个兄弟要和你 对对对对 你是要跟他们斗争的啊 对对对对对 你跟静东他们的戏多不多 我跟静东王凯的戏比较多 跟胡歌有没有对手 胡歌是有几场戏 但是还是跟王凯那个静东比较多一些 哦我知道了 因为静东是打入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里边的 所以你要跟他两个人这个对手戏比较多 表面上他又是跟你合作的是吧 其实后面是个地下党是吧 所以跟他的戏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是的 你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战争年代的戏哈 对你有什么挑战吗 嗯 战争时代的怎么说呢 这种呃我首先啊 嗯首先我作为日本演员 其实演这个战争时期的戏并不多 呃可能就是因为我还演中国人的角色的原因 就是演日本人的这种 其实对不太多 嗯那么呃对每一个角色 我是都是挑战那就是对什么年代的 其实都一样就是想学的就学想了解的自己去了解 然后塑造人物对 那我想问就是说你在中国已经后来慢慢越来越好 你觉得哪一部戏是给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说从你的知名度也好 或者说你觉得在我的演戏上面通过这个戏 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哇那应该是钢铁年代 还是钢铁年代 钢铁年代 因为那个戏那部戏演完 嗯呃演完之后我签了一家呃 国内当当时最大的一家 演艺公司 对经纪公司 然后呃本来对 对还接了不少戏 就从这个钢铁年代开始以后就是突飞猛进了 失业上发 对 一个是被大家所熟知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路子越来越宽 对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你毕竟还是个日本人有这个标签 哈那么你也演了很多就是不是日本人的角色 就完全中国人的角色 嗯嗯嗯 就是导演我觉得是对你的信任 对 就是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日本人看是不是 是是是 尤其是尤其是年代戏里面 就是那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那种 那种戏里面我好像 对演中国人中国女人的戏 哦但我觉得挺像的 对你有那二三十年代就上海的那种 对对对上海女人的气质 穿着旗袍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那个优雅的感觉 就那个有一部戏叫做 呃罗曼蒂克少王史 这个葛优老师 还有张子怡 他们主演的 那我是呃 我我演的角色是葛优老师的妹妹 嗯 然后嫁给了一个日本人 那些钱也忠信 阿三诺他当作不算 一个日本也是大明星 对 然后本来我就问导演 哎这我我演中国人合适吗 哈哈哈 还嫁给了一个日本人 反过来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这这这关系对嘛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 呃我倒是蛮想问一下 因为比方说你演了一些就是 中日战争之间的角色 他们就叫抗日剧哈 呃那么你觉得这个开始你有抵抗吗 比方说你演这个 呃南田杨子的时候 有这样的抵抗吗 其实怎么说呢 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替我担心 但我可能就是比较 因为比较复杂 木一些就是 嗯 对最早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那种 就是 考虑 嗯对没有 主要是因为怎么说呢 演员首先呃 见到就是见到一个角色的话 面对一个角色的话 他不会去想呃 所以我要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呃 影响 对影响也好批评也好 啊对对对 什么这个好的或者不好的 对不会想这些 对那尤其是坏角色的话 我还会想那大家骂我才对就是 是说明我演的好 对对对 那那个伪装者那部戏 导演还跟我说过最早的时候还跟我说过 这个角色有点太狠了 就是一开始的剧本里面描述的太狠了 那他说会给你调整一下 我还说不要不要不要 哈哈哈就应该那么狠 啊对对对对对 就观众到时候最后 就 把我哼死都可以 然后我一出面别人骂我我才会觉得呀 我演的对了对 所以对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怎么样 但的确是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可能也会哭哈哈哈 但是呢我你看我还是印记好 那个南天科长那么狠的角色 大家没恨你对对对 没骂你对对对对对 然后很喜欢对 首播的时候还身边有很多朋友还告诉我 也是那个业内的朋友还跟我讲说很多很多观众 都在我死了之后的戏就不太想看了 看了啊 对对对对 期待着继续演下去是吧 包括那个渣袋 刚典ony代也是到 中间的时候 我要回日本 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就 就是自从渣袋走了之后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对对 没有那个老娘们 哈哈哈 那个好 老娘们 没了就っちゃurst 日本老娘们不再了 哈哈哈 太逗了 是所以我还是觉得对我运记特别好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你是福岗 对吧 我是南京人 也就是江苏 江苏和福岗是友好城市 对对对 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 好嘛 我们也就是说 加强我们这个中日之间的 大的方面是中日之间的 那么小的方面呢 就是我们江苏和福岗的这个友好 那我们希望我们两个人 因为都是做这一行的 能够推动这个 对对对 能够通过文化来去 去促进一下 这个互相的理解也好 就是对 因为可能缺乏 对方的了解的话 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远 但是大家都熟悉了 其实中国人和日本人 真的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然后那个刚才说到福岗嘛 你给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们 因为其实刚刚过完新年 对吧 我们要播出这个节目是三月份 那三月份的时候 櫻花要盛开 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要来旅游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那个中国的观众 推推推推推推推建你 给你一个特权 好 咱们不是广告 就是给你一个特权 让你介绍一下 比方说福岗最你最推荐的一个地方 或者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哎呀 说实话 福岗好的东西太多了 我从小喜欢的福岗菜 就是乌冬面 不是福岗菜 就是福岗的特产是乌冬 乌冬面 对 因为很多 其实日本人都说福岗 一提到福岗就说拉面 当然福岗的那个豚骨拉面 在中国都很有名 没错 没错 但其实福岗的乌冬面也很不错 然后因为福岗跟亚洲很近嘛 那它的菜味道上呢 可能更接近亚洲的 包括韩国 包括中国的那些味道 所以 对 旅客到福岗之后绝对是 没有一个不想吃的 不愿意吃的 我觉得不好吃的 都好吃 那鱼也最好吃的 福岗的鱼特别好吃 哎呀 酱油 我要介绍 吃鱼要吃酱油 对的 剩鱼片一定要蘸酱油 是的 是的我要介绍一下我的酱油 你的酱油 你的酱油 对福岗的酱油 福岗的酱油 哦这个就是 呃 你们家乡的酱油吗 对对对 哦给我们观众看看 好 这是福岗厂的酱油 哦标准的广告的语言 哈哈哈哈 我来看一下哈 好 叫博多 因为福岗的话呢 博多是那个 博多是老 是中心哈 谢谢带来这么好的酱油 然后还带来了那个 就是生鱼片 撒西米 非常感谢 不客气 这么用心 这么漂亮的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也是福岗的吗 呃我相信是福岗的 OK 哈哈哈 谢谢那我们赶紧来尝一尝吧 买了这么大的鱼片 回头您拿回去 你太实在了 太臭了两碗太实在了 对不起老跟你开玩笑 没关系 我不会打开这个 不会打开这个 哈哈哈 你在家做饭吗 我在家做饭 做饭的哈 做的都是中国菜 所以我女儿都是吃面食 哦 那也那也就是说 比方说在日本的时候 因为你是个高中生嘛 嗯 然后没有怎么做饭对吧 然后到中国去以后 就开始自己要尝试做饭了 是的 所以中餐就做的多是吗 是的 啊 啊 学的那都是跟宿舍的阿姨学 哈哈哈 那包饺子之类的会吗 会 都会啊 那你的先生应该很开心啊 特别开心 因为那个日本人都喜欢吃中国的饺子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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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也爱吃中国炒菜 炒菜 炖的肉 这些都不爱吃 哦 那太好了 孩子也爱吃 好 我们赶紧来品尝一下那个 你们家乡的酱油 您先尝 我先可以吧 好 那我就吃一块这个 三文鱼 这是金枪鱼 金枪鱼对不起 这呢 甜吧 甜 哈哈哈 对 这个酱油特别甜 对 我看喝一点啊 对喝一点也没有关系 是的 对 是的 我就我就说嘛 东京人怎么不知道福岡的酱油 哈哈哈 对他这入口特别甜 是的 他不像我们家里的酱油是咸的 嗯嗯 而且有很多酱油是里面调好味道的 对不对 然后你再放一个就更咸了 对的对的 那这个好像就整好敲多意 对对对 这是老抽 老抽啊 嗯 哎他先他首先进入到嘴里面是甜味 是的 确确实实好吃 所以跟跟那个鱼 那我再吃一片 好好啊 你赶紧也吃一片吧 好 所以吃鱼的时候就那个对在嘴里的那种味道嘛 就特别柔和 就特别柔和 就经常日本电视里面老师这个光就 美味 全这样的 确实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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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是就是甘味 有甜味 特别厚 嗯 嗯 哦真的特别好 不是 而且你刚才说跟喝酒也挺搭的是吗 挺搭的 特别搭 你看这么重的味道 再喝一口酒 OK 好吧 你是不是特别能喝酒啊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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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情就看得出来特别能喝酒哈 待会呢 不要客气 我们待会把这个五粮液哈 我们俩把它给干了 哇 好吧 作为我们两个新年的这个 啊 一个我们俩的见面 太好了 还有鱼 还有鱼好不好 太好了 真的是对不起观众朋友 确实实很好吃 希望就是说 那个 这个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哈 樱花将要盛开的时候呢 对 欢迎大家到福岡 欢迎大家来日本 我们希望大家在春暖花开 在新的一年里呢 能够失业进步 也特别祝福这个 莉莉哈 嗯 在这个疫情彻底结束的以后呢 能够在这个演艺事业更加的发展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两个一定要合作起来 就是把这个中日之间 对 还有就是说 福岡和江苏之间的这个友好的文化的桥梁 嗯 我们一定要尽力 好吗 握手 好 約束 OK 那我们跟观众说再见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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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